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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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出声 跟我走一趟吧 站住 我让开枪了 抓住他 他是国民党少将 小心走漏了 动荡射了埋伏 现在怎么办 撤 大家快撤 小心 洛斯 竟然撤下埋伏 用假消息不白 工党这手够狠 这笔证 我早晚会还回去 天已经黑了 我们先躲车里 小松车到来车接应 快让我看看你俩伤 你太毛事了 傻子 子弹也能疼吗 我要是不毛事 那这会儿 开窟窿的可是你了 那也不值得你这么冒险 你要是有个万一 我 没事 只是擦上 你看 已经不流血了 还是得让医生检查过 我才放心 这小松怎么还不来啊 我倒是希望他来得晚点 以前在军校演习的时候 咱俩也总是这样躲在一起 好多年了 倒是有点怀念了 是啊 对了 你今天来的时候 唱的是什么歌 挺好听的 再给我唱一遍了 这首歌叫知音 知音 据说是当年小风仙 唱给蔡厄将军的歌 这首歌叫作是当年小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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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把箭难填弃 我愿作长风 让长青 让长青 这么说 你就是我的小风仙了 滚 你才是女人 小松来了 我们出去 伤口已经处理过了 不用住院 长官请记得每天来换药 好好静养几天就好了 麻烦您了 那我就先出去了 长官请好好休息 幸好没伤着骨头 不然我可真要给自己一枪 行了 别这么啰嗦 跟个娘们似的 这种小伤休息几天就好了 本来想着 这次任务要是成功 就是大功一切 早知道会变成这样 我就不该答应你参加 不关你的事 不关你的事 是我主动向师座要求要来的 你不是一向不爱参与这种任务的吗 谁让顾吕作您太忙呢 我还不是想早点见你 好来贺喜吗 秦军 你可真不简单呢 我就去乡下搅个匪回来 你就封少将 当吕作了呀 有什么好和喜的 还不是从死人队里拼出来的 想想那些死了的弟兄们 我就高兴不起来 当初说打跑了小日本 就能过安稳日子了 没想到还是得打仗 我还以为 能和你一起退一回家呢 你的军险越来越高 怕是退不下来了吧 算了 不说了 我有时候 就是会想些傻念头 那你的意思是 我和你一样傻楼 秦军 你 我也诚着想啊 要是打完账了 就和你一起回家 也过过安稳的日子 做点小生意 我赢你 说什么呢 我是说一起退一 各回各家 真的 那我可惨了 我可是 早就不能把你当师兄弟了 早就 好啊景轩 你小子可真能够装的 这怎么就说 我倒是想把你把网银上宫啊 你这倔屁气 还不得一枪崩了我 所以 我等你亲口对我说 一辈子长着呢 我等得起 那我偏不说了 你等着吧 金马还真疼 再偏一点 我这胳膊可就废了 等会儿 还得和景轩一起去汇报 昨天的任务吧 也不知道他起来了没 我倒是想把你把网银上宫了 等你这倔屁气 还不得一枪崩了我 这混蛋 不许动 跟我上车 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听说 洛营长当年在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设计成绩是仅次于顾吕做的第二名吧 真是了不起啊 李处长过奖了 可是 我听说昨天有人看见洛营长你抓捕共匪的时候 怎么枪枪放空 没伤着一个人呢 什么 你们在监视我 我要见师座 师座他不会见你 洛营长 你有什么话还是跟我说吧 你还不配问我 那就请洛营长诚诚我的手段 看我到底配不配问你 洛营长 您现在愿意说了吗 我只有一句话 让我进师座 好 给洛营长上点惊险的 来啊 给我把烧红的烙铁拿过来 给我把烟盘之后 给我把烟盘而微薄 尢别人 还轻松 gives了 至少 不过 끝 终于什么 好 关闭 enclosure monde 楔 又合格 又被叫巴马踩了 射击的精髓就是瞄准 只有大量的机械训练才能培养出来 走 我陪你练去 好 脚刺开 脚刺开 对 就是这样 瞄准 让枪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子弹变成你的心 注意力集中 射击 休息一会儿吧 可真够累的 我爹本来可是想让我好好念书当大官的 没想到我居然会考上军校去打仗 这年头活着可真不容易 谁都不容易 等我们打破了小日本 大家就都能过上好日子了 锦仙 你觉得 党国能让老百姓们全都过上好日子吗 当然了 莫子 你怎么会这样问 没事 就是随口一说 等战争结束了 等战争结束了 咱们就一起退役 过安慕日子 好 说定了 你到底说不说 你们 你们 你们这是陷害 给我往死里打 知道他开口为止 你们陷害了 你们陷害了 还没回来 报告长官 洛营长昨天早上出去之后就没有回来 他去哪儿了 报告长官 我不知道 大夫 洛斯昨天来过吗 洛营长这两天都没来 他这个伤 不换药可不行啊 是开什么玩笑 一个活生生的营长 能无缘无故失踪 小宋啊 你去给查一下 洛斯到底去哪儿了 长官 我查出来了 你说 据说洛营长是共党派来的奸细 被情报处的人抓起来了 洛斯 他 是共党的奸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们一定是弄错了 我要去找他们放人 长官 听说洛营长被抓 是师座亲子下的命令 就算你去了 也没有用的 而且 平常和洛营长走得近的军官 都怕自己惹上麻烦 长官你 闭嘴 师座 哦 警宣啊 坐吧 师座 上次任务我完成不力 请师座出发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不是你的责任 不用自责 没有受伤就好 多谢师座关心 还有事吗 哦 本来洛少校 应该和我一起来汇报任 可是据他手下士兵反应 他已经两天没有出现了 洛少校属实一向严谨 不会无故带满军警 我想 会不会是共的刺激报复 最近公匪七雁猖獗 你不要为其他事情分心 洛斯的事情 我自有处置 你不要多管 去吧 是 师座 看来 也只有我自己想办法了 李处啊 请 静敢快点 我怕李处长要是发现了 属下实在是 我知道 麻烦你了 小松啊 你也去外面守着 洛斯 锦萱 你怎么想成这样 还能坚持吗 死不了 你怎么来了 你都被抓了 我还能过来吗 洛斯 你放心 我一定会去找师座 查清真相 把你放出来 锦萱 是哪个不要命的混蛋敢诬陷你 你自己有没有线索 现在这儿就我们了 你有什么话尽管和我说 锦萱 没人诬陷我 我是共产党 我是共产党 你说 你是什么 我说 我是共产党 当初和你一起上军校的时候 就已经是了 你 你 洛斯 我 我 我把你 我把你 把你当成最信任的人 我 我把你当成是我爱你的人 从我们俩一块进军校一块抗日 到现在已经十年了 我认识了十年 我认识了十年 你骗了我十年 什么同事公司 什么一起退役一起回家 那你说的话 真是假的 哈哈哈哈 原来只有我 自己是个傻子 哈哈哈哈 季军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好啊 我等了你这么幸运 就等了你一句对不起 我原来想 等战争结束了 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可惜 好像是没有那一天 你已经 跟他们坦白了 没有 我的身份 只告诉了你 他们想从我嘴里掏出情报了 我是死也不会说的 哈哈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就那么相信 我不会激发你 那你就去解发吧 文死在你手里 我心甘情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要是能解发你就好了 哈哈哈哈 罗斯 周人吧 把公当的情报说出来 还有带罪李公的机会 哈哈哈哈 算我求你 公军已经打到南京来了 我們一旦要撤退 必然是先杀俘虏 我 到了那个时候 就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死我不害 当不我你 我手上早就沾满了同志的鲜血 也不得不狠心下来 对身边的所有人 昨天还一起战斗的兄弟 也许明天 就被我的情报夺取了生命 不过 这些牺牲不是没有意义的 是为了最后的胜利 为了能够换来真正的和平 秦宝 我是绝不会说的 为信仰而死 那是无上的光数 你疯了 什么秦宝能比生命更重要 就是因为生命很重要 我守着的 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命 我真的是不认识你了 罗斯 你怎么会是共产党 你不是讨厌大仗吗 我们不是说好 一起退役 回家过安稳的日子吗 是 以前以为 只要刚走了日本人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 就能好好地过上和平的日子 再也不会有战争 也不会有人死去 可是 结果呢 日本人被打扮了 我们这要和自己人打理 有多少没有死在鬼子手下的同事 却死在了自己同胞的手中 这难道不是国民党犯下的罪恶吗 战争哪有什么对错 共党堪乱 难道不是罪恶 当初要是乖乖归顺党国 哪里还用打仗 继续 看来 我们没有必要再继续说下去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是绝不会招人投降了 不可 那个任务 情报是你泄露的 老子 你是怕我又危险 所以才非要参加这次的任务 是不是 你想多了 我能泄露的情报 就是把你当把子 根本就顾不上你担忑 心不过力 快走到你了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还要替我挨那一下 我欠你的 现在 我们俩清了 你快点走吧 我不信 我不信 我不相信我们十年的感情 你真的半点也不放在心上 掌管 没时间了 我们得走了 洛斯 你给我说清楚 小宋 快带他走 掌管 再不走 李书上叫来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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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 共匪的攻势太猛 最前边的据点已经快守不住了 我去守 长官 兄弟们跟我上 危险 长官 长官 快把长官抬下去 危生员 快叫危生员 老四 长官 你说什么 老四 老四 小宋 你怎么 洛银长 顾长官他不好了 他 他怎么了 自从上回他来这儿见你 回去之后就不对劲了 打枪的时候 跟疯了似的往敌人队里冲 差点就没命了 洛银长 洛银长 长官他对你可是够朋友了 你被抓来的时候 长官他不吃不睡 为你奔走了好几天 你 你那天到底跟顾长官说什么了 你怎么 你怎么会以为 他是因为我才这样 说不定 肯定是 长官他昏迷的时候 一直都叫着你的名字 是我对不住他 小宋 帮我跟他 带几句话吧 你跟他说 也可能将来有一天 时间能够证明我们的选择 谁对谁错 但是现在 我们也只能沿着各自选择的道路 继续走下去 身材这种乱世 个人的感激 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我向他隐瞒过很多事 作为通神公司国的战友 他恨我也好 不恨你吧 一切 都已经无法完毁了 但是 那天晚上 在医院里说的话 句句都是真心 绝没有虚假 一开始选择这条路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好了准了 就算让我身处灵狱 就算被爱的人自和恨 永远得不到原谅 也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继续 我真希望你能替我看见 光明的中国 还真是这么说的 是 我私自动用您的名义 去找了洛营长 随掌管处罚 可是 你们别再把自己的命 不当回事了 罚你干什么 我要救他 在医院里的警察 我虽然 您是 解决 你 不是说过别让你再来了 幻疑被人发现 连你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别出声 看守士兵都被离婚了 跟我走 你 你要干什么 别废话 当然是救你 快走 他们要是发现 你放走了我怎么办 他们想不到 我会来救你 有人能证明 我今晚在医院 他们肯定以为是共军干的 好意不到我 金雪 你真的要放我走 你 你不恨我吗 我恨你 我当然恨你 可是 可是 你要去给共产党卖命 你就去吧 我不会阻止你的 以后在战场上遇见 我们谁也别留情 我明白 没想到 我们居然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如果我的身份 能够隐瞒到战争结束 洛茨 如果仗打完了 我们还活着 要是我们都能活着 我在北平等你 好 我一定去找你 我等着 前辈就到了 我让小松来开着急 上了车 你就安全了 井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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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坚持住 马上就到了 井轩 井轩 小松 小松 在吗 站在那儿别动 子弹可不长眼 洛医生 你这个共匪的钉子 在党国扎得可够深呢 是我威胁顾景轩放我出来的 他不是我的通道 顾景轩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他对党国的忠心 不用你说我也明白 把顾少将抬到车里去 是 我就奇怪 井轩最近不务正业天天在胡闹些什么 派人监视他才知道 他居然要把你放走 要不是我及时发现 顾景轩的前途就全完了 师座应免 洛斯 井轩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 没想到你 你也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师座把我押回去 或者让人知道是师座杀了我 顾景轩一定会起疑心吧 为何师座会这么了解他的行动 他马上就会想到 师座在监视他 现在国君即使危急 师座您一定不希望 和身为左膀右臂的顾景轩之间 起了嫌隙吧 你敢威胁我 不是威胁 我知道我今天难逃一次 师座可以杀我 但是请不要让顾景轩知道 就当做你今天根本就没来过 你为什么要我这么做 就让他以为 我已经顺利地逃走了 事到如今 你也不要怪我 开枪吧 秦轩 真对不起 我没办法当你了 一生生如鸡如锡如锁 书被提 谈的诗 人生难得一知迹 千古之意 最难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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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意暂地诗语 将军把简难填起 我愿作长风 让长情 让长情 直言 直言 那我偏不说了 你等着吧 我是被心害的 我没有 我没有什么可找的 要是我们都能活着 我才卑鄙等你 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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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 长官 你终于醒了 小总 我 你都会鸣好多天了 可急死我了 长官 你听我说 小总 他 他呢 安全了吗 长官 怎么了 说 我 他 他逃出去了 顺 顺利 很顺利 真的 呃 长官 先别说这个 呃 你听我说 警权 你醒了 石座 你醒了就好 赶快准备一下 晚上我派车来接你 我们先坐飞机去上海 然后去台湾 撤退 南京怎么办 你大概还不清楚现在的形势 南京恐怕守不住了 没时间了 具体的事情 路少再说 南京守不住 我们真的 败了 要撤去台湾 不 不 我不能去 我还要去找他 他还在等我 洛斯 你等着 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顾长官去哪了 不知道啊 还不赶快去找 顾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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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座 顾小家他 他不见了 找到没有 报告 报告实作 哪里都找不到顾少将 不得了 走 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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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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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里 生别离归 鬼无弃 孤父春风 花长起 雨水烟一遮别离 挥手你在 孤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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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梦里